医生从女孩的肚子里掏出一条虫子 竟然有足足的30米长 不仅如此 像这样的虫子还有好几盆 看得医生立马想去点一份意大利面尝尝 就在遥远的刚刚 女人肚子疼来到医院 医生刚准备给她进行检查 下一秒女孩就来了感觉 直接吐在了医生的身上 经过检查女孩的腹部有一团不明物体 医生怀疑是长羹子 另一边正在清理呕吐物的女医生 感觉头发里有东西 结果轻轻地用力一拉 我去 竟然是一只肥美多只的大虫子 评论区输入报告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她赶紧跑过来告诉其他同事 同事发现女孩的抽吸导管里也有一条 原来女孩的肚子里竟然是一大堆寄生虫 一旁的男友赶紧不慌不忙地收回了自己的爪子 经过确认女孩体内的是小肠蛔虫 这玩意能够长到半米多长 不过女孩体内竟然有这么多蛔虫 从医几百年的医生也是第一次见 他们准备做手术把蛔虫取出来 男友听后立马不淡定 表示妈妈让他出来打酱油 自己不能在这里待着 说完就有那么快跑那么快地溜了 这么罕见的手术立马引来了众多医生的打卡拍照 看着一盆又一盆的蛔虫被取出来 让他们立马想去点一份意大利面尝尝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就因为女友表扬了他两句 微胖的男人就高兴地像个胖子一样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就在遥远的刚刚 一辆卡车来到医院 车里装着一个几年没有下过床的胖子 所以消防员连人带床一起拖了过来 医生费了九虎二牛之力 才把他倒腾到了病床上 别看男人拥有如此的吨位 他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女儿 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五花肉上 一旁的单身狗更是被触及到了知识盲区 由于稍微有点微胖 男人的肚皮褶皱下面已经开始腐烂 这一路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恶心 医生赶紧推着男人前去检查 结果量身定做的床直接卡在了门框上 医生刚准备把钢脑给拆开 几年没下床的男人就站了起来 准备凭借强壮的身体直接走过去 结果刚走出几步 巨大的吨位就直接压断了男人细嫩的小姐 然而很快新的问题又来了 医院里的检查机器只能承受他一半的重量 如果坏了男人又会再次受伤 上过学的同事建议把他送去动物园 因为那里肯定有帮犀牛做检查的设备 经过检查男人全身上下得了几百种病 必须立刻马上进行手术 否则用不了多久他就要躺板板了 医生直接用起重机把男人掉在了手术台上 好在手术十分顺利 男人也成功保住了小蜜 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考虑减肥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男孩全身包裹着水泥 只露出了一个小小的大脑袋在外面 懵逼的医生瞬间一脸懵逼 从业几百年从来没遇过如此棘手的病人 一坨医生怎么也不敢动手救人 因为水泥里的茧正在慢慢地迅速侵蚀他的皮肤 一旦循环加速现有的毒素就会置他于死地 经过一番友好的争吵 一坨人终于商定了救援方案 消防员开始小心翼翼地凿开水 不到三个小时 大腿上的水泥就被敲了下来 此时大腿已经发生了挤压综合征 必须立刻对他进行放血处理 否则几条腿都保不住 随着时间慢慢地推移 男孩身上的水泥也在一点一点地退去 但是医生总感觉好像忘了点什么 仅仅思考了两个多小时 他就突然想到男孩已经几十个小时没上厕所 旁邦估计都要憋炸了 医生赶紧给他插上了导管 经过七七五十一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只剩下胸口最后一块水泥了 但是这一块也是最危险的 因为随着压力的减小 所有的毒素都会回流到心脏 果然当消防员取下最后一块水泥之后 男孩二话不说就昏了过去 医生赶紧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心跳恢复之后 迅速对男孩进行了手术 男孩这才成功地保住了一条小命 那么问题来了 男孩的身上为什么会泊满水呢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